据央视新闻6月7日消息 当天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春耀 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审议结果的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方面透露 一段时间以来某些西方国家出于政治操弄需要和意识形态偏见 利用涉疆涉港等各种借口对中国进行造谣污蔑和遏制打压 特别是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依据其本国法律对中国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和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所谓制裁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这是反外国制裁法出现的根本原因 当地时间6月3日 美国总统拜登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行政命令 将包括华为公司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59家中企列入投资黑名单 禁止美国人与名单锁列公司进行投资交易 关于反外国制裁法的内容 可以参照2018年6月俄罗斯通过 关于影响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友好行为的措施的法律 该法规定反制措施的形式包括终止或暂停与不友好国家或机构的国际合作 禁止或限制与不友好国家或机构进行产品和原料进出口贸易 禁止或限制受这些国家管辖或控制的机构 参与俄政府采购项目和国有资产私有化项目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